這個單元我來介紹一下動態圖塊的部分 那我這邊先來建立一個圖塊的部分 所以輸入一個比較快 那我給個名稱 隨便給個名稱 W1 那我在這邊定基準點 就在定這一邊 選取物件 選 那這邊我做完了之後 內定基準轉為圖塊 那我就保留圖塊好了 我完全定 這邊好了之後 我們要去做編輯 把它變成動態圖塊 那你可以先做預選 然後才叫指令來做編輯 那這邊有一個編輯圖塊 我們打開 打開之後呢 介面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那我把畫面稍微縮小一點 首先第一個呢 這一個動態圖塊 我們想要把它做一個 可以讓我們做拉伸的動作 也就是說 假如說我這一個窗戶 目前是80公分的話 我想要把它拉到120公分 隨意我們拉 那你也可以拉到120、140 隨意我們這樣拉 拉的長度 我們自行來決定的 好 那這邊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 要先建立一個參數組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參數組 然後呢 叫線性拉伸 好 第一點呢 我剛剛定的基準點 第二點呢 就定它的總寬度的地方 然後呢 把函數放在這個位置上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函數的符號 你在這邊 滑鼠按右鍵 裡面有一個新選集 好 那這個新選集 我們這一邊 定了之後呢 稍微留意一下的是 這個一樣是要用C的方式 就是你選的話 還是要用虛線 所以 最好是由右自走 由右自走 這樣選起來 這是第一次 第二次的話呢 也是由右自走 所以呢 選的話呢 是選這個區域 這個要拉伸的區域 好 選上了之後呢 我們按Enter 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做完了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必須要把它切換到 動作這邊來 動作這邊呢 一樣有一個拉伸 你叫了這個指令之後呢 因為要把這個動作 加到這個函數裡面 所以呢 我們再選這一個 選了之後呢 我們要定基準點 就是你可以做 拉伸的點 好 好 那我定完了之後呢 要選框 選框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 只是要搬以中間的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一樣 是選中間這個 這個區域 稍微留意一下 一樣是由右自走 這樣選上來的 然後 我們要拉伸的區域 區域的部分呢 有做拉伸的區域部分 只是裡面這個部分而已 好 只是這個部分 因為中間那條線呢 是要做位移 好 所以呢 我們只是拉伸這個部分 好 選範圍的部分 比較重要 因為這個指令 它是拉伸的指令動作 好 按Enter 那你就會看到 這邊有兩個 有兩個 那個函數的部分 那這邊呢 我們做完了之後 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 呃 這個 我們如果拉距離 假設拉10的話 那這一邊呢 必須要拉一半 也就是說只有拉5而已 所以呢 我們要做一下更改 好 所以這一個拉伸的 這一個區域的部分呢 我們要做更改 那我是按Ctrl-1 把性質打開 好 然後我選上它之後呢 我們把距離的倍數 這一邊 距離的倍數 我們改成0.5 也就是說 我這邊拉 呃 假如是20的話 那這邊位移只有一半 所以是10 這樣的話呢 這個部分就會保留在中間 好 那我先把性質的部分 先關掉 好了之後呢 這邊好了 那記得要做儲存 先把圖塊儲存起來之後 我們再把它關掉 好 關掉之後呢 我畫面稍微推一下 我們點它 點了之後呢 再點它 有一點點像測點功能就對了 好 那你會發現 我在做拉伸的時候呢 中間那個只是跑一半 好 也就是 呃 我們在這一邊呢 都是只是放在中點 好 那這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 動態圖塊 並且呢 稍微留意一下 假如說你插進來之前呢 看到的 預覽 好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閃電 那這個呢 就意味著它是動態圖塊 好 就到這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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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